方法的重写 这是个两个概念 那首先我们现在 你还记不记得什么叫方法重载了 什么在同一个类中 然后紧接着 然后呢 方法的名称相同 然后 参数的列表不同 这个参数列表指的是什么 顺选个数还有类型 是不是 那然后紧接着 与谁是无关的 与访问权限和返回职 类型无关 那这个是不是 我们的一个方法重载案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同名的方法 只是一个有异常 一个没有异常 那能不能构成重载呢 比如说我在这的时候 建一个这个 MTHOD MASER的方法的 写在方法上啊 那我们去建一个类 这个类叫CALC 是不是我的一个计算器类 在我计算器这个类当中 我有个Public ADD 那这个是不是相加的方法 那个INT A INT B 那我在这的话 我直接写个叫做 IGR return A加 B 可以吧 那然后紧接着再写个 Public INT ADD 那我不印的了 这块写个Double 然后呢 我在这写个 Double A Double D O U B E Double B A加 B 请问这两个方法 是方法重载吗 是 这个方法是 INT类型的 因为方法名称是相同的 参数的类型不一样 是不是可以构成重载啊 那现在的问题是 我有这样的一个方法 叫Public INT ADD 是不是也是相加的方法 我这写了一个INT A 写了一个INT B 然后紧接着 Return A加 B 这是两个完全一模一样的 那我在这的时候 使用死肉丝去添加一个Exception 请问这两个方法 能够构成重载吗 都报错了已经 报错了已经 是不是 他告诉我 你已经定义了一个方法 叫做ADD 里面是INT 对吧 那现在 我老师问一下 你的这个异常 对方法重载 产生影响吗 不产生影响 你说是否有异常 不决定能否构成重载 对不对 那也就说 我们的方法重载 与异常有关吗 不是方法重载 我们的这个 与谁是无关的 与 与是否 是否死肉丝 声明 异常无关 也就说 我们的方法重载 是与异常无关的 那现在方法重载 是与访问权限修饰服无关 与返回职类型无关 还与我们的异常 是不是也是无关的 那再看一下 什么叫方法重写 方法重写发生的位置是什么 子类重写 发生在子类中 是不是两个类要有继承关系 然后方法的名称相同 然后呢 参数的列表 参数的列表 列表相同 这参数的列表指的 就是我们的一个个数 顺序 类型 然后紧接着 我们的方法重写 还有一个 是与我们的访问权限有关的 大于或等于 负类方法的访问权限 也就说你的负类的访问权限 如果是protect的 如果负类的访问权限是protect的 那子类在重写的时候 访问权限可以是什么 可以是public 可以是protect的 对吧 那如果负类的方法访问权限是public 那你子类重写的时候 访问权限就只能上public 那再说一遍 如果负类当中方法的访问权限是pro 是private 那子类重写的时候访问权限可以是什么 我就挖了一个坑你就往里跳 我就挖了坑你就往里跳 对呀 因为负类当中的方法 如果是private 子类是没有办法重写的 这private的方法 只是负类当中的方法 只能负类自己去用 所以我说负类当中方法是private 子类重写可以写什么 然后你就想谁比private大 你肯定是这么想的 是不是 所以告诉你 如果负类当中的方法是private 那子类是不允许重写的 听清楚了吧 那这个就跟访问权限没关了 好了 那现在我说完这个了 那还有 我们的方法重写也是和返回值有关的 它的返回值怎么的 返回值与负类方法的返回值相同 或者是负类方法的返回值到子类 好绕 那开始写这个类叫什么 这个类的话我就把它叫成person 可以吧 在person当中有一个方法 叫public person 然后写个名字 看到了吗 这个方法的返回值类型 这个方法的返回值类型 是不是person类型 我可以写个 我可以直接写person p 等于没有person 我这是不是创建了一个person类型的对象 然后我直接return p 那这个方法是不是写完了 那再写一个几类class student 让他去继承谁 person 是不是继承person了 你继承person 你是不是就可以重写person当中的方法 重写person当中的售方法 看到没有 重写person当中的售方法 你可以继续写personp person repeat repeat 那这是不是叫方法重写 因为你看前面是不是带有三角形了 这叫方法重写 那还有什么叫方法重写呢 还有这一种也叫方法重写 就是你的 你的show 这是个反围之类型 请问你负类的方法的反围之类型是什么 person 你的子类方法的反围之类型是person的子类 因为他的反围之类型是person 而person的子类是不是student呢 那这也叫方法重写 那怎么写student 叫stu newstudent呢 我这是不是创建了一个student类型对象 你之间returnstudent呢 那这个也叫方法重写 你看是不是有三点号 所以那这个就是也就是说 你的上面的这个重写上返回值是相同的 是不是 你的这个叫person 而这个返回值叫什么student呢 为什么可以 因为我的student呢 继承了什么person 就说明返回值是person的子类 也叫重咋吧 也叫重写 对不对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们的异常是否会影响方法重写 异常是否会影响方法的重写 比如说我在这写了一个public avoid 我这个负类的方法有异常吗 我负类的这个master的方法是不是没有任何异常 那我子类在重写的时候 我子类在重写的时候 我写上public 我直接写完master的 我这是不是在重写呢 我现在在重写负类当中的master的方法的时候 然后我子类在重写的时候 子类有一场 爆错 它告诉你什么呀 实际上我把鼠标给你放在这儿 它就告诉我了 你的方法现在你的代码是报错的 你如何来处理你报错的代码 第一种方式 remove remove 从方法上将异常移除 你要是不想移除的话 你就添加 在谁当中添加异常 在person当中添加异常 那这个能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如果负类的方法没有异常 是我报错了 报错了的时候 那把这个图粘过来 粘过来说什么 如果负类 负类中的方法没有 没有一个exception类型的异常 那么怎么办 那么子类在重写时 就不允许有 就不允许 死肉丝 抛出 就不允许抛出异常 那怎么办 如果子类在重写时 真的 真的有一个 exception类型的异常 那怎么办 你还不嫌我抛 这不能不允许你抛 也就是说你真有异常 你是真真的有异常 那怎么办 只能子类 只能自己处理 如果你的负类当中的方法 没有异常 那你子类在写代码的时候 还发现真的有一个 exception类型异常 那么你子类能做的事情 就是必须自己去处理 网上抛不行 你只能自己处理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就是我在这 我在这的时候 这是不是我的master的 我在这里写一句代码 写一句代码叫file 叫什么 new file 这叫创建一个文件对象 在D盘的a.txt 我这创建了一个对象是吧 然后呢 我file叫create new file叫创建 这个单词你都认识 create的意思是创建 new的话是新 file是文件 叫什么 创建新文件 是不是 然后你现在发现这个异常 这个异常 这个异常 我抛上去了 是吧 报错 那现在怎么办呀 它的确是有异常 你也只能自己处理 那这样才会不报错 负类当中的方法没有异常 子类的方法在重写的时候真的有异常 是不是有一个IO exception 那这个时候要求你必须自己做处理 你就不能往上抛 只能自己做处理 那也就是老师那肥得向上抛怎么办 你要想肥得向上抛的话 你只能给负类再加一个异常 比如说我负类这块写个死肉丝 叫exception 我这是不是写了一个叫做死肉丝exception 是不是向上声明了 那这个时候你的子类去写的时候 你的子类在写的时候真的有这一场 那你就可以选择什么 向上抛 看见住了吗 好像抛的不对哦 好像抛的不对哦 你的负类抛的是一个 exception 而你子类抛的是一个什么 IO exception 现在的问题是不报错对不对 那我要是把这写一个叫IO exception 在这写个exception呢 没错 能说明什么 你子类在抛出异常的时候 要小于等于负类 是不是 你看现在也就是说你的负类这是什么 你负类这个是一个exception 你可以抛出一个exception 也可以抛出什么 IO一个exception 子类在重写负类方法的时候 抛出的异常类型 这是啥玩意儿 在这的时候你看一下 你的负类抛出的是不是一个exception 而子类抛出的是IO一个exception 那我们在这的时候能说明什么事啊 这是几点了 这是四这五点 第六点 第六点什么 子类方法 子类方法重写时 抛出的异常类型 小于或什么 等于负类方法 抛出的异常 也就是说你负类抛出的是exception 我子类可以抛IO一个exception 也可以抛谁 exception 能听清楚了吗 那然后紧接着再来看个数呢 我这抛出 我这是我抛出一个exception 我现在再换一个呢 我在这块 换一个叫什么呢 换一个叫做 我写一个检查室 知道的吧 我这块就写一个叫 IOexception 这是不是检查室异常 是不是检查室异常 然后呢 我在这的时候呢 我抛出一个 IOexception 我再抛出一个叫 CircleException 报错 报错 为什么报错呢 他告诉你说 你方法重写的时候 CircleException 是不能的 什么什么的类型 那我要是在这 再加一个呢 我要是在这 在这再加一个 在这再加一个 现在报错吗 不报错 但是现在呢 报错 那也就说怎么的呀 哎 等会儿 现在现在的时候你看 他俩要完全一致 是不是就不报错 对 那我要是在上面 我只写一个呢 我都没说我写啥 因为我们的IO一个三不成和Circle一个三不成是不是都是一个三不成的子类 那也说你在抛出异常的时候这块跟个数有关系吗 也说你子类抛出的异常个数无论抛出多少个只要是一个三不成的子类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吧 那也说在这的时候 要抛出的异常要小于或等于负类抛出的异常 那然后紧接着 那这个还有个数呢 子类方法重写时 抛出的异常类型的个数怎么办 可以多于负类方法抛出异常的个数 但是要求什么 要求负类的异常类型为谁 一个三不成 是不是所有异常的一个负类 那很简单呀 那现在你就发现我们的方法重载是与异常无关的 但是方法重写是不是与异常有关 那我们的六和七实际上你可以总结出来一个 就是子类在重写的时候 你抛出的异常可以和负类相同 但是也可以什么 小于负类 但是你能不能比负类大 不能 是不是 好了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异常 那现在老师在问你 异常对重载是 异常对重载是没有影响的 对重写是不是有影响 有影响的话 就取决于异常的类型 反正你子类的 你子类抛的异常是要小于等于谁 负类 总结 总结什么 方法 方法重写时 子类抛出的异常 要什么 要小于等于负类 抛出的异常 是不是你异常只要比你负类小就行了 好了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总结 然后再看一下下面说 常见的异常处理 常见的异常处理方式 那有东西老师咱们刚才不讲了不就是讲了异常处理方式不就是我们的一个 拆开支 还有我们的一个死肉吗 这叫做异常处理方式对不对 但是我们平时的时候在开发写代码的时候怎么办 那我们为了防止异常的产生我们会使用异负判断 对常见的异常 对于常见的异常 对于常见的异常使用什么异负判断 然后现在呢我就随便打开几个圆码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你无需看得懂 无需看得懂 我给你找一个找一个什么呢 叫做 叫这个吧 叫我release的 你无需看得懂 然后我们只需要看 看它的圆码当中 嗯 看这儿看这儿看这儿 我看看 这儿没有抛除 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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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看到了吗 我们在进行常见的异常的时候 遇到常见的异常 我们会使用异负做判断 使用异负来做判断 来抛除异常对象 而且我看一下这个当中还有没有 我记得好多了 他怎么也不处理啊 他怎么也不处理啊 记不记得老师说过 异常的处理在什么地方 异常的处理在高层 对异常的处理处理 处理都是在高层去处理的 所以你看圆码当中 是不是看到死肉是比较多的 是吧 刚才老师给你看到一个死肉了吧 你现在是不是又看到了 然后再看一下 还有没有死肉的地方 肯定会有 还有吗 还有吗 我记得程序见证性的代码挺多的 都跑哪去了 看这儿 是不是都没处理啊 他自己都没穿开支吧 他是不是都进行这样使用衣服判断 然后去抛出一个异常对象 是不是那我们怎么办 你看圆码当中 你看圆码当中 你看他是不是就这样抛出 你看 然后再找再找 看到没 圆码当中 是不是都是使用死肉往上抛的 你再看 抛没抛 抛了 那我们在写的时候 而且他在抛的时候也不是直接抛的吧 是不是使用衣服做判断 是不是 所以 那我们常见的异常的话 我们怎么处理 我们就使用衣服判断就可以了 比如说 举个例子 常见的异常 常见的异常 常见的异常类型有什么 叫做空指针异常 Array 是ArrayS还是Array Index Index Alpha Alpha Bound Exception 是不是 那然后还有等等 一会再看嘛 咱先说这个 空指针异常 通常怎么处理啊 空指针异常 通常怎么处理 那我在这的时候去见一个类 这个类的话 叫Test 那空指针异常 知道是什么产生的吗 比如说死刀STR等于空 这是不是叫空 这是不叫空 然后你在这打印输出的时候 你写STR.lens 这是个调用这个使用对象去调方法了 但是这个对象本身是不是空对象 那这样的话 它就会产生我们的一个叫做空指针异常 看到了吗 那所以我们让不让它直接调啊 我们是不会让它直接调的 通过刚才老师给你看的API 它是不是首先应该做判断 所以怎么办 如果谁 STR 怎么样 你要STR 要是不等于空的话 那我是不是就调你的方法 是不是 STR要是不等于空的话 我是不是要进行调你的方法 那你要是等于空的话 你可以怎么办 或者你直接这样写呀 或者你直接这样写 按照API当中写的 等会啊 或者按照API当中写的 你有没有发现API当中好像通常连括号都不写 然后直接怎么办 叫做死肉 你有空指针异常对吗 哎他为什么不需要做处理呢 因为你手动抛出一个异常对象 不是你得try开始去处理啊 或者是使用死肉丝向上生命吧 那他为什么不需要处理呢 就是因为 因为它是运行时异常运行时异常可以处理也可以啊不处理 所以我们说如果等于空的时候你就给我抛出异常了对吧 那你要是不等空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出了STR点Lens就行 是不是啊 然后在这的时候 他这块报错了 这为什么报错呀 不是啊他警告我告诉你 这一段代码叫呆着扣的 死代码 因为STR就是什么 空 因为STR就是空 你看我现在改成这个 改成这个的话 他这段代码还是死代码吗 不是啊 但是人家告诉你 那这句就是什么的 死代码 因为你这不等空 是不是啊 所以你可以这样去手动的去抛出 刚才咱们看API当中是不是这样写的 所以你我们也可以这样写 API当中是这样去判断的吧 然后我们也可以这样写 你可以反着写吗 怎么反着写 如果STR不等于空 然后把这个我发现API当中 他经常都不写划括号 那我也不行 在这的时候STR.lens 你就说不等于空的时候 我去调用执行这个方法 是吧 这块告诉你肯定是 死代码 为什么死代码 因为STR等于空 他这句话永远执行不了 听清楚了吧 那咱不管他 但是也就说我们 在平时的时候 是会使用EVE去做判断的 那你比如说 我这再写一个 印的方括号ARREAD 嗯 别拗了 我这里面写个123 我这里面随便写了几个数 那我怎么办呢 印的印代词等于等下 0123 那我这怎么办呀 你有没有看刚才是怎么处理的 你要没有看刚才是怎么处理的 往下找啊 往下找找到一个叫 我记得叫印代词的 你给我找到看到叫印代词的啊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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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传过来的是索引怎么办 如果你给我的是一个索引 他是不是要判断一下你的索引呀 他说你的索引要大于size 或者是索引小于0 他是不是就开始给你抛出异常了 是不是 那对于我们来说 那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啊 你是不是也得判断 判断一下什么 如果这个印代词要是小于0 或者这个印代词要是大于3吧 是不是啊 你的这个索引要是大于0 那人家不写花括号我也不写 你的索引要是小于0 或者大于3的时候 那应该怎么办 死肉 死肉什么 这数组下标越界吧 是不是你可以这样抛出一个异常对象 可以吧 但是他为什么也无需我处理呢 因为数组下标越界也是运行时而异常 听清楚了吗 那这个是我的一种处理方式 你是不是直接手动抛出异常对象了 那你还可以怎么处理啊 你的印代词 怎么的 大于等于流 并且印代词小于几啊 小于小于什么 AR点 Lens 你是不是要小于数组的长度啊 你小于数组的长度 说明这是不是正常范围 正常范围 正常范围的话 你在执行相应的操作 比如说AR 我在这是不是根据所以去取数据 这样判断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常用的异常都会使用EVE进行判断 那还有你的被零除的咋判断呢 IN THE NUMBER A等于10 IN THE NUMBER B等于0 那你这个咋判断呢 你可以这样写 如果NUMB等于等于0的话怎么办 哎呀我也不写这个 我也不写画广号 如果等于等于0的话怎么办 SROW NUM ARISMATIC EXCEPTION 这是我手动抛出一个算术异常对象 对吧 你可以这样判断 你还可以写什么 你还可以写什么 如果这个NUMBER 要是不等于0的话 你就执行 NUMBER幾啊 NUMBER B 你要不等于0的话 你是不是就要执行相应等 除法运算就可以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为了保证程序的健壮性 会经常写一些EVE做判断 因为你发现 在圆码当中 再给你打一个圆码 看这里有没有啊 再给你打这个圆码 然后再看嘛 反正也看不懂 看不懂咱就看一场 咱就在这圆码当中看一场啊 找关于一场的东西 哎这个东西能看懂啊 这东西能看懂 这东西可能看得懂吗 这东西能看得懂吗 这东西能看得懂吗 是不是类型判断的 是不是类型判断的 那你都能猜出来这是啥 多态 多态 附来奥不债的做方法的形式参数 所有传过来的数 都变成奥不债的类型 所以既然变成奥不债的类型 那我是不是就需要使用衣服去做判断了 是吧 那然后紧接着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这个东西 咱们找 哎看这儿 这是啥 反正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这个变量的只要是小于量 它就会给我抛一个异常 这个异常叫非法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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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再看这儿 如果你什么什么要是小于等于量 或者反正不管这个东西 但是它这块书又抛出异常 也叫非法参数 现在你能不能总结出来点什么 我们遇到异常自己处理吗 遇到异常自己处理吗 不处理 到哪里处理 高层剧处理剧 反正你发现 只要是 只要是异常 它是不是都去手动抛出异常对象了 那这个所有的抛出异常对象的代码 是什么代码 所有的抛出异常对象的代码 就是为了保证程序的健庄性的 抛出异常对象这些代码 就是保证程序健庄性的 就如果你不满足条件怎么样 如果不满足条件怎么样 是不是 那我们在读圆码的时候 在读圆码的时候 在读圆码的时候 我们通常这种抛出对象的一幅判断 我们根本不看忽略 那然后现在再往下看 看看还有没有 看圆码还有没有抛出的了 抛没抛出 这都抛出一场对象了 好嘛我们了解了API之后发现 你看他不是这么写的吗 如果I根本身等于空 是不是等于空 如果等于空的时候 你是不是抛出异常对象 所以咱们在写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判断的 如果等于空 你是不是给他抛出异常对象 然后再继续看 那如果什么什么不等于什么 他是不是也是抛出异常对象 所以咱就可以总结出来了 好嘛我现在学完今天我就知道一件事 遇到异常我不处理 等我往上抛 我会炸呀 抛到高层去处理 不看这圆码了 所以那现在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 就是说遇到常见的这种异常 要使用异服判断 怎么判断 比如说我的这个 我的空指针异常 我是不是就这样去判断 真渴着 我的空指针异常 我是不是就这样判断 如果等于空的话 我就抛出一个异常对象来 API当中是不是就这样去写的 那然后你的数组下标呢 API当中咋写的 API当中是不是这样去写的 如果你的这一个 所以小于连 或者是大于三的时候 那我手动抛出一场对象 然后你发现我们学会了 API当中 只有 逆服花过号当中 只有一句代码的时候 它是花过号是省略的 然后他遇到异常是不处理的 他遇到异常是向上抛的 是吧 所以那这个是我们从圆满当中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那这些就是老师给大家讲的今天的我们的异常 然后那现在还有几分钟 还有十六分钟 十六分钟到四点下课 然后你现在把我们的常见的异常 你再来看一下 好